现正盛产的地瓜 南瓜等蔬果 加点创意就可以尝到异国风味 现在有盛产地瓜嘛 所以其实我们昨天是做了地瓜 用黄柠檬去蜜地瓜 那种是很特别的 就是比较日式的一个调味方式 那我今天做的披萨呢 除了它是玛格丽特的基底以外呢 其实我用了大量的地瓜放在披萨里面 让它变成一个创意料理 中山热灵学习中心开设夏日异国蔬食班 挂上网即刻秒杀 吃食物的原型还得要好吃 如何做到 可见现代人从食入口追求健康养生的观念 中山热灵呢 举办这个夏日蔬食一国美食呢 很多婆婆妈妈 热灵族特别喜欢爆满 然后我们又运用这么好的一个山中好时光 让他们来学会怎么样烹煮 那我们的林老师呢 也特别厉害 运用现在这个食书呢 来让这些热灵族怎么样为家人呢 准备一道很好的一个夏日美食 这个是学员们跟老师们做的一个成果 摆盘也很漂亮 所以我们每一次呢 开这个课呢 真的都是秒杀 下次要开课哦 记得快一点报名哦 不论是柠檬蜜地瓜 南瓜杏包风浓汤 蔬食披萨 简单的食材 轻松料理就能尝到好滋味 其实我不太会做料理 所以来参加这个料理 我觉得跟我的认知不太一样 原来料理可以很丰富 色香味可以这么俱全 真的 这是我第一次感触大的 迈向新生活 健康饮食 让热灵朋友 从不同料理方式 吃在地 吃当即 下日敬国食书在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